Café oder Tee? 嗯... weder noch rotwein oderweißwein? sowohl als auch 什麼意思? 剛剛其實很口語的 我問他 Café oder Tee?你要選哪一個? 他說我兩個都不要了 所以你可以講一整句 但是呢 前面那個可以省略掉 你可以直接說 就是說兩個都不要了 然後大家問我 紅酒還是白酒? 白酒? 我跟他說兩個都要了 所以很多同學會說 那是英文的both 但是德文你不用說 你可以說 sowohl als auch 就是兩個都要的意思 這是口語的 所以 這中間就是 沒有什麼 Tee oder Café oder Weißwein oder Rotwein 你可以直接說 兩個都不要了 weder noch 那你兩個都要呢 sowohl als auch 就是這麼簡單的